这个理论就是 只要你有足够多的中产 当他们昌岭时就开始知礼节 知礼节就要保障他既有的利益 他就会推动政治改革 这是个假设 但这个假设最终证明是错的 因为中国的中产他为什么会成为中产 因为他依靠权力 他靠近权力才有条件变成中产 中国的中产是权力的附庸 那他会推动政治改革吗 他不会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靠 这种政治体制获得的财富 获得的地位 他还怕他改呢 这个政治学家们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假设 这个错误的假设 就耽误了大家十几二十年 拜登政府的这个印太总协调人 他说在我们这届政府 美国的接触政策 结束了 就是这个理论 实际上就被抛弃了 美国人就认为就知道 不可能 通过推动 中国的中产阶级 来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 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也不可能发生的 未经许可 不可能发生的 我们不是有什么 那我们也发生的 根本的有什么 好 我们是这样的